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螺线管中间的磁场可以用来求螺线环的磁场 那今天我们再讲一个也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如果我们有两个平板 金属板 那么平行金属的平行板 它们带了电流 电流的方向呢 一个是出来的 一个是进去的 这个电流 从这里流出来 这边等量的电流 从这个平板流进去 它电流的大小呢 都是I 电流的大小都是I 那么这个平板的宽度 如果是W 那么这个中间的距离 非常的小 非常小 那我们可以写一下 说这个距离 假定是D 那么D呢 远小于W 远小于W 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当中的磁场是什么 磁场是什么 当中的磁场 的磁场 好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 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它要求磁场 对不对 好 它要求磁场的大小 那么我们就想 我们学过哪一些 求磁场的方法呀 一个就是 Build Savalo 有细导线 上面有电流 这个电流在空间产生的磁场 第二种就是Ampere's Law Ampere's Law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能不能用 细导线上面产生的磁 电流 细导线上电流产生的磁场呢 显然它不适合 因为啊 这是一个 不是细导线 不是细导线 那么 那么可不可以用安培定律呢 安培定律 你要用的时候 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就是它电流的分布 电流的分布 需要 有对称性 有某一种对称性才能用 那我们看这个电流啊 也就是说你将来要做一个Closed Path 这Closed Path上面的磁场呢 必须有某一种很重要的特性 比如说全部的Closed Path上面的磁场都是常数 这也可以 或者说这个Closed Path可以分成好几个部分 那每一个部分上面的磁场虽然不同 但是它们都有某一种特性呢 让这个这一段距离里头的线积分很容易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已经知道Bild Path不能用了 不好用 那我们就只有安培定律了 那现在我们要看看这安培定律可不可以用啊 安培定律可不可以用啊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电流 安培定律告诉我们呢 如果有一个电流直导线 这么流出来的话 它的磁场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搞错了 它磁场的方向啊 磁场的方向 电流是这样出来 磁场方向是这样子 它的磁通是这样子的 那么像这种情形呢 你可以当作是好多好多个小小的这种电流 无限长的直线电流 一个紧靠一个不像我画的这么开 也就是说它旁边还有一个 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当这个电流流出来的时候呢 它也会在它的周围产生一个 一个磁通 磁通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交界的地方 交界的地方 这个地方根据这个电流磁场是朝上 根据这个电流磁场朝下 因此这个地方的电流磁场就怎么样 好像抵消了 对不对 就抵消了 那么因此啊 就不看这里 就看这个地方了 磁场啊 磁场 如果这样子的话 不是看这里 看这里了 这个磁场就是朝这个方向 这个磁场就是朝这个方向 这个又跟旁边这个抵消了嘛 所以这个旁边的这个几乎都抵消了 所以磁场呢 就是朝上的 所以这边的磁场啊 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样子的 那么就说这边都看它这个切线 都是这个切线方向 都是切线方向 越开的话呢 它的磁场当然 针对这方面讲啊 这个磁力线就越来间隙越大 等一等我们再画这边 这边照理说它要往下 对不对 往下 这个电流产生的磁场呢 它是打叉的呀 打叉的话呢 它的磁场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 OK 这边也是这样子 这边也是这样子啊 这个是朝上 所以这个抵消了 抵消了 那么只有这一边 这一边 那这一边它的方向 就是朝这里 这个当然也是朝这里 也是朝这里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的磁场 也是朝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当中的磁场啊 我们几乎 因为很挤很挤啊 这里有多少条磁力线 这里就有多少条 所以呢 这个当作很挤很挤 我们可以当作它是一组平行线 好 那么 这个地方的磁场往下 这个地方它有一组磁场通往上 所以跟它抵消 不是抵消 消弱了 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的磁场啊 它就是 它就是 要比较 大一点 那这个当然要更大了 这个当然更大了 那这个呢 就更大了 这边也是一样啊 它就会变成 变成 这样子的 那这一条 就过得更大 等等 这个也是一样了 那么这个磁场我画的还不够 这弧度还不够大 其实这弧度非常大 所以这个区域的磁场 跟这个当中的磁场比起来啊 可以忽略不计 neglect 因此我们现在就可以 妈妈糊糊的把 这一边的磁场啊 我们随便做一个 closed path好了 我们先做closed path 先把安培定律写出来 b.dl等于mu0i enclosed 好 那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这样的path就好了 好 好 这里是a b c d 因为这个磁场 我们考虑整组的电流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 我们取 长方形 路径 a b c d a 就是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好 这个路径呢 我们可以分成 四段不同的路 那么从a到b呢 a到b 这个磁场啊 我们可以当作是常数 这个当中是平行的 平行的磁力线 当作它是均匀的磁场 那么这个磁场呢 那么这个磁场呢 是等于constant 那么你在这个路径上面 取dl dl 取dl 平行与b场 平行与b场 你说我取a b c d a路径 你图要画出来 你图要画出来 人家才知道啊 你是什么样的啊 ok 你就不需要去多解释 这个要平行 这个 这两边 要跟这个平行 你画出来 人家就看得到 好 那么再来 我们就看这个 c到b到c 然后c到b到c d到a 这两段啊 这里有磁场 不过这个磁场呢 跟路径垂直 这个外面呢 就没有磁场 外面呢 我们当作是 这个地方 你看磁力线都 都在这个外头啊 就当作这个磁场 等于零 那它这个路径呢 当然是这样子的啦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 在这一段里面 dl perpendicular to b 或者 要不是垂直 要不是dl跟b垂直 就是b场 等于零 这个外面是零 这个垂直 好 这两段都一样哦 那就这个 这个地方 从c到d c到d 它的磁场 是零 妈妈妈乌乌当作零 好 那判断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积分积出来 好 b dot dl 从a到b 再加上b 再加上b dot dl 从b到c 再加上b dot dl d到a 好 当你这样子 把它分成四段的时候 你就靠这个 我们就知道 c到d b是零 所以这个积分就是零 然后d到a 跟b到c 这个不是b跟dl垂直 就是b等于零 因此这个积分也是零 那么在a跟b之间呢 dl跟b垂直 所以啊 它就等于b乘上 b可以提出来了 dl 从a到b 所以这就变成b 这个是 我们取这一段 这一段长 我们算是delta l好了 delta l b乘上 delta l 好 你看这个积分都很简单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看右端 右端 muling i enclose enclose the current 就是被这个路径包围的面积上面 有多少电流穿过来 这些都算 这些就没有穿过来 那么到底是多少呢 那么我们可以用 那么我们可以用current density来积分 因为它很薄很薄 很薄很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说它单位长度 有多少电流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了 lemina 乘上dl 乘dl 我们这样 那么lemina是常数啊 我们就把这个 拿出来 dl积分呢 就是delta l 那lemina是什么 lemina就是 全部的电流 被w来除 全部这么长 电流是i嘛 这个长度是w嘛 那么你每一公尺有多少电流 就是这个值 然后 这个乘上delta l 好 就做完了 我们就看 现在把左端跟右端 横等 它就等于mu0i over w delta l 那么从这里头呢 我们就求出来 b长 它的大小就等于 mu0i over w mu0i over w 这个就是 特别的 像这种 你要把磁力线画出来 以后 你才知道 我的 这个安培定律 里面的closed path 要怎么求 怎么处 怎么做 好 那么安培定律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哈 谢谢大家